歡迎回到新聞大追集的節目現場 夜店這種地方真的是平價兩極 愛去的人說很好玩 但是不愛的人 像我這種我去過一兩次 我就好吵喔 我講話靠好近喔 究竟愛到夜店的人 圖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保羅告訴我們 圖什麼 第一個 以夜情 第二個 吊鎧子 第三個 我要去聽八卦 第四個 我放鬆跳舞 好 我感覺這有第四個 比較正常一點 到底這些人去 哇 這個意圖實在是讓我覺得 哇 三條線 對 其實夜店有一個重點 就是看與背看 你在看人的同時 拉妹帥哥的同時 通常人家帥哥拉妹也在看你 然後這個看你背看的過程當中 就覺得一個 滿足了自己一個所謂的虧視欲 我們講說如果到KTV 那夜店跟KTV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KTV是個封閉式的包廂 大家都是認識的人 但是你坐在夜店的時候 你坐在包廂裡面的時候 第一個 包廂裡面是你自己的朋友 可以放鬆聊天 可能談談八卦 然後講一些心理話 然後但是你又可以看到外面 外面你看到很多很多的人 不一樣 各式各樣的人 有些人就是喜歡看人 這跟坐在星巴克 外面看人的意思是一樣 只是夜店的人 穿得更帥 穿得更辣 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之前 大家記不記得 Makio的男朋友 在六本木有開一間 Vanity Fair Lounge 那間是六本木 非常高檔的一個夜店 我有去過 一個晚上就花了20萬 可那邊有一些 很特殊的一些裝置 因為它的地板 全部都是玻璃 然後樓梯也是玻璃 然後它裡面可以用KTV唱包廂 它裡面跟隔開的 也不是像我們這種 全暗式的這種隔照 也是玻璃 為什麼全部都是玻璃 因為你要看到外面 外面也可以看到裡面 如果外面那外面看到你 這座人開很多東西 開很多酒 好像是個上流社會人士 然後你坐在請他進去的時候 他就會願意進去 而且也不會被人家看到說 有什麼樣 因為是透明的環境 然後你在外面也看到 哪些人在跳舞哪些人看得到 你也可以去跟他們邀請他們進來 所以表示說這是在看雨的背看 滿足在互相的這些所謂的虧視欲 跟一般在我們這些所謂的夜店裡面的人 第一個演藝人員 第二個富商 為什麼 平常壓力大 壓力大你不可能光明正大 坐在星巴克外面喝嘛 對不對 你總要想要看人的時候 又想要跟人與人親近 但是又不要被認出來的時候 夜店就是最好的選擇 所以我聽說好像很多女生 以被邀請到包廂裡面為傲 是的 沒錯 這個是什麼狀況啊 他們會怎麼樣 就吸引這些小孩住 你說穿特別辣嗎 其實他們都會有一個固定的招式 因為他們都會 固定的招式 自己女生們一起進來 一起進來以後 因為他們沒有包廂 沒有位置 因為包廂其實都很貴 低銷一萬到四萬五萬 幾條都有 但是你又站得很累 拿一瓶酒這樣很落慘 很難看 你怎麼辦 只好在包廂外面就像要這樣走 有點像在走 看看裡面的人 看看外面的人 如果覺得這邊的人OK的話 他就自然就會請你進去說 小姐 你們會不會很累 要不要進來坐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的時候 可能就喝了酒 喝酒 開酒以後就開始聊天 本來從不認識的人 就變成認識了 所以很多是藉由這樣的狀況 來認識不認識的人 或是他們認為的少年社會 跟這個所謂的年輕女魔的管道 就是由這樣而來 是 因為我覺得夜店 會被污名化的一個主要因素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有一個就是要移夜勤 你到夜店 專門就去找這樣的移夜勤 而且我們看到 最近新聞有報 還是有很多就是記者朋友 到那個就信義區的那個Pub 或者是這些夜店在拍 哇 結束之後還是 你看凌晨三四點 很多女生喝得爛醉躺在路邊 我看了都覺得好不忍心 就覺得哇 一個飄飄飄亮亮的女孩子 然後喝醉了 結果變成屍體 所謂的屍體 就是你到時候被撿走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你都不知道 這真的太可怕了 其實我之前曾經問過 我一些朋友 他們喜歡去酒店的 或喜歡去夜店的 其實是不同話 然後我就問說為什麼 如果你們真的要找女生 然後喜歡跟她有些曖昧關係的話 為什麼不直接去酒店就好 或花錢 他們說你不了解 他說第一在夜店不要錢 因為很多的女生都把自己弄成屍體了 我並沒有去特別污衊這些女性 而是現在的價值觀真的已經讓你覺得 怎麼會離譜到這個地步 我舉兩個故事 我之前我到夜店去 我多半就是 就帶我們狗仔去跟拍 我就看過現在在檯面上 已經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模特兒 超級有名 叫得出名號的 他就把自己變屍體了 他在那個夜店裡面一樣 就是你剛講在那個包廂 包廂有的時候是一個玻璃式的 尤其他有的時候夜店 他會有一個專門是給VIP那個包廂 那個不得了 那都是基本上那個喀數要 B咖到A咖幾億人才能坐進去 他那個晚上在那裡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副少爺黏在他旁邊 整個晚上黏著他 然後他自己也把自己灌醉 所以基本上灌了 我們都說叫半濕的狀態 就是有一部分是清醒 另外一部分不清醒 然後你就看到他跟這個副少爺 夭夭晃晃的在那個路上 因為他們要從這個夜店 因為整個晚上是這樣 他們會先在夜店喝一些 然後會去唱KTV KTV唱完就可能又去吃個宵夜 會一直弄到天亮這樣子 你就看他們到那個KTV 就是台北市東訊的KTV 那個KTV很亮的 他前面還有那個燈投射下去的 這兩個人像麻花一樣 已經分不開了 也就是這個副少爺 撿到一個屍體 他挺開心的 一路你會覺得說 這個藝人這麼有名 在路上這樣好嗎 連拍的狗仔都覺得於心不忍 那接下來我就不方便說 因為兒童不宜 在路上 你就知道說 已經不分說是不是有名跟沒有名 那再來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又認識另外一個一模一樣的李宗睿 因為李宗睿們太多了在夜店 故事都一樣 這些人呢第一他一定有一個頭銜 但是沒有真的這麼有錢 有點錢比我們大家有錢 第二他一定會做一件事 找一個女藝人交往 我管理是半年也好四年也好一年也好 提高身價這樣 就像有一些女模特兒希望跟副少爺交往 這是一個門票嘛 那當這個副少爺他拿到這個門票就說 他在娛樂圈也很有名 他走跳也是有風的 因為他曾經是誰誰誰的前男友 李宗睿不就是這樣嗎 他交往一個女藝人之後 之後就開始行遍天下了 好 這個副少爺也是 之後他就在夜店裡面幹嘛 一樣啊就你請我怨 帶回家發生事情之後 女的告他他就說 不是我是被他設計的 我被仙人跳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案情 接下來所有的主配角都出現了 然後黑道就開始恐嚇勒索 然後女生就被恐嚇到 不敢去報案之類 然後最後又是黑道大哥 去瞧了這件事情 那現在這一個副少爺呢 已經就逃走了 類似這個一模一樣的下場 就套用在不同的人身上而已 但是所謂的變成屍體 我覺得分兩個層次 一個就剛剛你自己 心甘情願變屍體 第二個就是你被下藥了 其實在這個夜店裡面 另外一個被污名化的原因 除了是一夜寢之外 亂搞這個男女關心之外 第二個就是在裡面 這種藥物非常的氾濫 其實我沒有去夜店的習慣 但是我因為常年在好萊塢採訪 比佛利山 我不知道那個保羅那算滿夜店 就是很大的飯店 比佛利山的四季飯店 Raging 麗金飯店 W飯店 他的Lunch bar我都會去 那應該也算我去過夜店了 因為我住在那邊 有算 有算 我住在那邊 都當高檔 我住在那邊三四個晚上 晚上我都去Lunch bar 喝酒 我跟他聊天 也看到很多帥哥美女 可是感覺那些人 都是想要來演戲的 想要來演戲 因為那些地方都是明星住的 製片人住的 感覺他們都有新夢來的 台灣我是沒去過夜店玩 只有唯一的一次 我跟你講 跟他不歡而散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朋友也是要採訪 間接採訪要去認識的人 去夜店 我就去 那時候我還是記者 那個時候台灣對於 毒品的這個定義 還沒有這麼明顯 就是沒有這麼多 好像一開始 就是沒有說你碰到什麼 就是吸毒了 沒有這樣子 那一次你知道 其實我們在演藝圈 很早很早就聽過 大麻這個東西 在早期的唱片圈 那好像普遍 我記得那採訪的時候 也是在夜店裡面 先看大家在外面喝 喝完以後進包廂 進到包廂裡面 我就聞到那個味道 我說那不是煙味 我說你們在幹什麼 因為那時候 已經開始有那個意識 因為外國就有一些新聞 我覺得那是什麼東西 他們說阿曼大哥這沒有什麼 就是這是大麻 他是合法的什麼的 我就跟他們 我就翻臉了 哪裡合法 很多年前 那是很久以前 我說是嗎 我就開始在夜店跟他們槓起來了 他們就是跟我講說 就在跟我辯論 你知道後來我 我解嗨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在那個包廂裡面 我說那我問你 那為什麼惠尼休斯頓 會因為大麻在洛杉磯的 那個海關被抓起來 如果這不是毒品 那為什麼 連美國這麼自由的國家 那為什麼惠尼會抓起來 變論起來了 我跟你講那些人全都清醒了 都醒了 醒了 然後整個那個包廂是不嗨的 然後我就走了 是 所以我就知道說 原來夜店裡面會有大麻 真的 而且他們都覺得 他們那是跟抽菸是一樣的 可是我想延續下來 問的就是Paul 您自己也有開這個夜店 那像這樣的狀況 在包廂裡面 難道你們真的沒有辦法察覺嗎 這怎麼管呢 其實一般以台灣的 這些比較高檔的夜店來講 這種情況是比較不會發生 因為每一個包廂的頭上 都會有一個攝影機 你如果當場有做了一些 什麼不合法的事情 小到說拿人家 偷拿人家東西 大到說這種說實話 就是有這種味道的這種 毒品的使用的話 其實基本上 馬上就會被這個攝影機抓到 而且都會有成長證據 所以一般來講 他們不會在店裡面 從事這些行為 第一個有味道 第二個會被錄影下來 第三個大家都在看 你搞不好 人家知道說隔壁 搞不好一個就會有 所謂的爆料或報警的一個處理 所以一般他們都是 在那邊玩嗨了以後 帶到自己的私密空間裡面去以後 才開始做這些所謂的 毒品的使用的動作 我講的當然是高檔業 當然也有一些不消耗的夜店 會是有這種狀況 直接是在店內使用 但那個畢竟是比較少數的 是 不過我剛剛講 它那個使用 它是捲成菸了 所以你看不出來 你朋友沒告訴你 你也不知道 對 他們在抽菸 但是我們要提醒大家 這吸毒絕對是違法 絕對不像你朋友說 什麼大麻是合法的 這都是騙人的 但是另外一個層次我們看到 不少女生想要到夜店 去吊小開 但是真的有這麼多有錢人 到夜店去玩嗎 還是大家看到的 都只是假小開呢 口袋沒什麼錢 倒是很會說大話 甚至是靠爸靠媽一堵 這樣的小開 你還要嗎 我們休息一下